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2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6号至28号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 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 习近平此次行程跨美国东西海岸涵盖了西雅图 华盛顿 纽约三地 那么访美的议题以及可能达成的共识成果备受外界的关注 16号外交部长王毅在外交部蓝厅论坛发表演讲 用里程碑形容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意义 王毅还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是一个增信事宜之旅 聚焦合作之旅 面对人民之旅 开创未来之旅 中美之间我们讲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互信的战略赤字 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美国学者或者战略界的人士 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 我觉得有点夸大其实 那么所谓的临界点争论更多的是在氛围上 在某些比如说就南海问题 中日之间关于掉一岛问题 他的问题剑拔弩张的时候 氛围上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 大家都讨论是不是会发生军事上或者半军事的冲突 但是你如果整体上来看中美关系的总体形势 我觉得这种临界点还过于夸大 为什么 因为奥巴马短期来说他这些政府是改变不了美国整体对华政策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美关系还远远没有到一个临界点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习主席决定则把他的九三阅兵以后首次出访放在美国 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把中国的事情说透 把中国的要发展的道理说清楚 那么划起美国人的心结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 就是习主席在美国的 他一定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一些个人魅力 一定能够这个增信事宜 外交部时间号上午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介绍习近平主席应邀访美 并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有关情况 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 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程安排 在西雅图 习主席将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 并就中美关系发表重要讲话 还会见美国地方政要出席中美省州长论坛 中美企业家座谈会 小届举行的欢迎招待会 并参访当地企业和学校 在华盛顿 习主席将出席奥巴马总统主持的全套国事活动 包括欢迎仪式 大小范围会谈 共同会见记者 国宴等 还将出席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 并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 16号 美国白宫也宣布奥巴马将于9月25号迎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之音引述白宫声明称 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将于25号晚间在白宫社国宴接待到访的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声明特别强调 习主席的访问将为美中在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全球地区和双边问题上扩展合作提供机会 也将使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能够就有分歧的领域发表建设性的看法 法新社称 白宫在声明中宣布将举行正式国宴来招待习近平及夫人 显示出这是一次高度礼遇的欢迎 另据报道 奥巴马16号出席美国商业组织圆桌会议时 谈到即将举行的习澳会议题 以及美中两国的紧密关系 奥巴马表示 希望与习近平下周会谈 能在气候与投资议题上取得进展 他还表示 网路安全将是习澳会最大议题之一 他希望网路问题能够顺利解决 总体来说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中美在网路安全上 如果能够达成一些共识 如果能够在一些有网路空间推广到以后外太空的双方的合作 然后推广到一些极地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 这些外交新边疆对中美来说都非常重要 那么如果能够在网路空间上能够首先达成一些备忘录 或者是达成一些初步的成果 因为西雅图是一个很好的举办网路空间会谈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我觉得它会有很多的启示意义 我们可以把这个在网路空间的谈判应用到或者推广到其他领域方面去 同时我们想最大的战略成果可能是访问本身 可能是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中美双方能够共同承担起引领世界发展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成果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两位时事评论员 分别是北京影博士的王健先生 还有台北影博士的邱玉教授 两位好 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北京影博士的王健先生 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北京遇上西雅图 并且这一次王毅部长是在昨天的蓝听论坛上就透露了 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第一站就是从西海岸的西雅图开始的 并且也是从面向美国各阶层的民众开始的 我们想请教您的是就这一部分您有怎样的观察和解读 的确在美国来讲 西雅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我们首先从地理区位来讲 美国分东西海岸 西雅图是在西海岸面对宽广的开平洋 从距离上来讲距中国更近 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既到东海岸又到西海岸接触的范围非常广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西雅图有很多特殊之处 你比如说西雅图有很多美国的大型的企业重要的企业 仅我们数得过来的你比如说微软波音星巴克亚马逊这些企业都在西雅图 总部都在西雅图 而且在西雅图有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首站放在西雅图 要接触美国的各个阶层的民众 包括师生 包括企业界 包括商界 包括高新技术企业 这对于接下来的到东海岸与奥巴马总统的访问 乃至参加联合国70周年纪念的峰会 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西雅图是美国西海岸的科技重镇 美国第二个西国 那至于第二站在华府 在华盛顿当然必然 因为这一次25号有个重点 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第一次到美国的白宫 那么进行国事访问 而美国的总统奥巴马 跟他的夫人米歇尔 也是以国兵之礼来招待习近平跟彭丽媛夫妻 那么再者 那么中美之间呢 也会针对了许多重要的议题 像网络安全 像南海议题 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那么进行了深度的交换意见 那第三站安排在纽约 安排在纽约 就是代表习近平先要参加联合国大会 所以从西海岸的西雅图到东海岸 那么整个习近平防美的行程 我认为他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另外我们也请教一下邱毅教授 就是奥巴马在16号的时候 有这样的表示就是中美两国的命运充分的交织在一起 但在许多方面 中国仍然是需要美国 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说法 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而这种说辞的话您认同吗 这也是奥巴马的霸卷心态 奥巴马的霸卷心态就是说 中美之间是要合作的 要以合作来代替对抗 但是中国需要美国的比较多 美国需要中国的比较少 但是这句话我是不认同的 现今的社会上 美国需要中国的更多 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 例如说美国在意网络安全 在网络安全打击犯罪 那当然中美要合作啊 中美不合作 单靠美国的力量 可以维护网络安全吗 好 要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要解决朝核的问题 美国不需要中国的协助吗 好 美国现在要反恐 搞得左之右处 美国不需要中国的合作吗 这都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协助啊 美国在现今的社会上 没有中国的协助 他能够做得了世界警察吗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一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7号下午 在日本参议院安保法特别委员会上 执政联盟凭借者人数的优势 最终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 而民调显示 有68%的日本民众 是反对本届国会 通过新安保法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数以万计的日本民众 连日抗议 反对战争 反对安倍 要求令安保法案成为废案 要求首相安倍下台 17号 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 围绕表决安保相关法案一事 继续展开激烈交锋 共同社报道称 来自自民党的特别委员会委员长 洪池祥照 在早上9点多宣布开会 但在野党方面 随即提出针对洪池的不信任动议 之后洪池离开会场 日本执政党首席李氏佐藤正九坐上了委员长座位 但在会议开始不久 佐藤正九便遭到在野党议员的围堵 现场秩序近乎失控 同样出席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则坐在不远处静观事态发展 未出面表态 在会场外 当日仍有反对安保法案的民众 从早上9点起 在日本国会前集会 在雨中激烈抗议 要求废除这一法案 我们看到了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面前 抗议安倍晋三的这种 所谓的暴局 这种行为 应该说也是越来越激烈了 那么他们现在高喊的口号是 要让这个法案成为一个废案 要不允许破坏日本宪法的九条 他们要坚决阻止这个战争法案 而且不允许强行通过 这应该说是一个民众的 一个基本的呼声 所以从这里边来看 我说这一次民众的参加者 比过去的范围更加广阔 他不仅仅是一般的平民 而是由老年人到年轻人 有家庭主妇到一般的公司的职员 而且一直发动到了 大学生高中生中学生都来参加了 我说这应该是一个现场的 一个基本情况 17号下午 在日本参议院安保法特别委员会上 该国执政联盟凭借人数优势 最终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 据了解 该系列安保法案 只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 共有11个具体法案 其中包括一个心理法和10个修正法 其中心理法是国际和平支援法案 其实这是海外派兵永久法 根据这一法案 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 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 在此之前 日本在诸如派兵支援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时 需事先在国会通过一定时效的特别法 10个修正法则统一打包并冠名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据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68%的日本民众反对本届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 支持者比例仅为20% 民调结果还显示 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36% 半月之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日本经济新闻网16号称 此次反安保法案运动中 很多日本无党派人士及年轻人 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自发组织起来的 社交媒体使抗议人数呈现几何级的爆炸式增长 开始呈现出阿拉伯之春的模样 我们看到了呢 今天的日本的主流媒体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看到了呢 说这个朝日新闻的说论的题目就是说 这一次的法案是对宪法是一种违背的意志 这是它的一个主题的思想 我们看到了呢 美日新闻说呢 在这次审议的过程当中 说虽然日本的执政党与一些在野党达成了一些合议 但是呢 距离国民的认可的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 而呢 东京新闻则指出来 说这个次的通过这个法案应该是违反宪法的 所以应该让它立刻成为废案 那么相反呢 我们说呢 看到了呢 像这个日本经济新闻态度相当相对来说呢 是所谓的保持了一些中立 他认为呢 现在这个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争论 争吵 是一种不幸的一种状况 应该说呢 以上呢 是日本主流媒体的一些基本的意见 相关话题 我们接着再来连线两位时事评论员 围绕安保相关法案的表决 日本议员今天在参院上是上演了全武斗 那么这样的场景在日本参议院是否常见呢 我们想请王健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并且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点 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是在不远处坐着观望这些委员代表们扭打成一团 而您又是怎样来解读安倍在现场的这种表现的 我想在日本的政坛上演这个拳脚的动作 平时是并不多见的 日本人讲究礼貌 见面一个深宫 这大家都见过 虽然在国会内部平时也有争吵 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动手确实是很少见 说明这一次强推新安保法案 这个反对的声音有多大 当然安倍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安倍坐在相应的席位上 看着这一切 恐怕到此刻 安倍从强推新安保法案那一刻 从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一刻开始 心里已经想明白自己要什么 即便自己目前支持率受损 也在所不惜 正说明了 安倍在自己的政治主张 政治意见上 其实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 日本执政联盟 在日本参议院强推新安保法案 今天下午终于是获得了通过 这对于日本来说 真正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执政联盟强推新安保法案 通过了相关的审议 这一天会载入日本的史册 只是这一天 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我们回过头来看 恐怕不是日本获得福的一天 而是获得祸的一天 我们都知道 新安保法案目前面临巨大的争议 无论是在民众之间还是在反对党来讲 都是这样 但是即便是反对的声音这么大 安倍所领导的执政党 还是要强推新安保法案 就是要所谓的正常国家化 而我们都知道 在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的和平宪法 维护了日本的和平和稳定 也让日本很快的从战后恢复过来 有了一个发达国家的面貌 不能到了今天回过头去 就不要那段历史 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安倍是想错了 当然把新安保法案通过之后 把日本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应的限制 全部打开 对日本来讲 未来可能会引火烧身 可能会让日本再度陷于战火 这一点其实日本民间的声音 是非常强烈的 这一天虽然新安保法案通过了 但是我想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看来 这一天注定写入史册 只不过是耻辱的一天 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 显示68%的日本民众 是反对本届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的 而支持者的比例仅为20% 我们想请教一下邱一教授 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支持率 如此低的情况之下 新安保法案仍然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且日本不是一直标榜 所谓民主社会吗 为何又能够无视民意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 虽然支持安倍的安保法制 只有20% 反对了68% 而安倍内阁的支持度 只剩36% 可是回到了日本的国会 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 安倍所领导的自民党 与公民党形成的执政联盟 就占了席位的绝对的优势 在席位的绝对优势之下 不管安保法制 是多么不合理 在众议院数人头 一定是安倍赢 在参议院数人头 一定是安倍赢 所以哪怕里民间反对的声音有多大 哪怕民调反对的声音有多高 但是 在众议院跟参议院里面的 席位的结构就是如此 所以安倍推什么都过 这就是现在日本整个国会政治 民主政治最大的危机 因为整个国会的席次 已经跟真正的民意已经脱钩了 这就显示出来 日本的民主政治 其实正面临了所谓的民主失败的危机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一点评 接下来进入盼盼视频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消息 北京时间17号6054分左右 智利西部海岸发生8.3级地震 震源深度12.5公里 震中距离首都圣地亚哥232公里 地质勘探局已经记录了两次的余震 震级都超过了6级 那么地震已经导致至少有5人死亡 上百万人紧急的疏散 地震随后引发了海啸 在智利北部科金博市 进入到海浪最高的高度是3.1米 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室外进行避险 智利属于地震多发地带 在1960年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大地震 是观测史上进入到规模最大的地震 当时的震级为9.5级 这次地震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和失踪 有200万人无家可归 并且引发了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大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海啸 在地震期间 当时有6座的死火山重新的喷发 并且有3座新火山出现 现在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我们要为在震中的智利人民祈祷 希望他们能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 并且国际社会也会进行关注和援助的 另一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 尚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9月17号到22号 中国和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甲及其附近海域 举行代号为和平友谊2015的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的课题是 联合随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演习课目包括联合护航 联合搜救 联合解救被劫船只 实际使用武器 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行动等 中方主要参演装备包括导弹驱逐舰 蓝舟舰 导弹护卫舰 岳阳舰 和平方舟医院船等 以及4架运输机和3架舰载直升机 参演兵力达到1160人 这是中马两军首次实兵演练 也是中国迄今为止 与东盟国家举行的 规模最大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 有军事专家表示 中马联合军演 彰显了中国维护南海 稳定的决心和信心 未来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演习 将成为东盟国家的常态 正有利于维护东盟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对于域内外所有国家 都是利好的局势 由于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一些国家猜测 这一次中国是否另有其他的企图 对此 中国海军发言人梁阳表示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与地区局势无关 台湾选入主管机关昨天公告 2016台湾选举正式开跑 洪秀柱 蔡英文纵处于民调形势 为何发生变化 佛宫山西渔法师 日前当面称蔡英文是妈祖婆 一定可以当选 引发倒霉震撼 有着71年国民党党龄的新英法师 昨日投出媒体澄清 并没有气篮投绿 而台湾艺人 黄安近日表示 自己可以选红秀柱的副手 又称 台湾人选蔡英文 可能选得很爽 可是有你好看的 此话该如何解读 台湾时事评论员刘碧荣 邱毅就独家观察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一本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选务主管机关 昨天公告说明 下届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选举 将于2016年1月16号 于下届民意代表选举 同日举行投票 预计届时将在台湾各地 设置15600个投开票所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台湾中选会 我手边就是昨天所公布的选举公告 它标志着2016选举正式启动 四个月后即将见分晓 根据统计 到明年的1月16号投票日这天 拥有投票权的人数约为1881万人 而首投组 也就是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 则超过了129万人 据台中选会介绍 下届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选举的登记日期 将自2015年11月23号起 至11月27号止 登记时 各组候选人应缴纳保证金 1500万元新台币 此外 同一组候选人的竞选经费 最高金额为4亿2846万元新台币 目前宣布角逐2016选举的有 国民党推荐提名的洪秀柱 民进党的蔡英文 亲民党的宋楚瑜 以及需要获得近27万人联署 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许荣书 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民调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仍然以四成四的支持度大幅领先 国民党的洪秀柱 获得28%的支持 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支持度 有下滑的趋势为14% 针对于民调数据 洪秀柱表示 会继续努力 把蔡英文当作唯一目标追港 台湾的选举 有些地方太违反人性了 该是放下屠刀的时候了 我希望与蔡英文主席 引领一场名副其实的选举 而不再是选战 台湾媒体评论 洪秀柱阵营试图边缘化宋楚瑜的战略 似乎奏向 双方差距逐渐拉开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指出 国民党持续推出新政策 将有利于选行发展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院博士 燕函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贺南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台北院 我们实时请到了两位虾兵 来与我们探讨 首先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的 刘碧荣教授 刘教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台湾学务主管机关 是在昨天下午发布了 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正副领导人的选举公告 那标志着此项的选举 已经是正式启动了 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 民进党主义蔡英文 现在是以44%的支持度 是大幅领先 而国民党籍的参选人 洪秀柱目前的这个 支持度是28% 那现在呢 国民党是力求要逆转胜了 那像请两位分析一下 目前国民党逆转胜的 可能性有多少呢 我们如果从众多的民调来看 大概蔡英文 现在都处于遥遥领先的 一个状态 但是呢 蔡英文的民调呢 基本上也差不多到了天花板 也就是说 他的民调要在网上升的空间 并不大 那至于洪秀柱 最近的这一段的表现 大概已经摆脱了 宋楚瑜的纠缠 可这比较耐人寻味的是 属于所谓的泛然的一个支持者 虽然不再支持宋楚瑜了 可是也并没有转而支持洪秀柱 而处于观望的状态 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国民党要逆转胜 当然有一定的难度 可是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认为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如果国民党能够坚持 所谓的路线之争 什么叫路线之争呢 就是李登辉 蔡英文 宋楚瑜 所代表的 媚日台独路线 跟洪秀柱这边的 两岸和平稳定的路线 这是路线之争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就洪秀柱自己了 这四个月 打典型选在时间不够 精力也不够 怎么办呢 所以就必须借力使力 借力使力 就是要借吴敦毅的力 借王金平的力 那国民党如果真正的大团结之后 那你才能够补洪秀柱本身 典型选在实力不足 资源不足的一个 先天上的一个缺陷 国民党也只有把这两点给做全了 他才有一点逆转胜的可能 那么其实每到这个岛内选举的时候 一些知名人士 他的对于候选人的态度 都会受到岛内舆论的关注 台湾的佛光山 星云法师 日前是当面称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是妈祖婆 一定会当选 这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的一个震撼了 那么星云法师呢 是一向与蓝银非常友好的 那死犯做法被解读为 气蓝头绿 甚至有国民党地方党部 重批其为墙头草 那对此呢 星云法师昨天就投书了联合报 他写了一篇近千字的文章 他称 何处惹尘埃 此生就是国民党人 他说呢 身为国民党人 我也希望洪秀柱当选 但是呢 蔡英文的民调 现在超过了洪秀柱 我一生自诩要有情有义 那么过一个公平正直的人生 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想请问一下两位 怎么这个看待 星云法师遭受抨击 这样一个事件呢 星云大师一个扬州和尚 他在台湾的南部 能够建立起这么大的丛林 然后这么多人 就是皈依到佛光山 我觉得那是非常伟大 令人感动的一个事情 那么就是政治人物 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去插针 然后说 哎呀你看绿营执政的时候 说你是蓝的 你是外省的 怎么样 我就不接触 不接纳你 让得星云 他必须要 必须要为他的人间佛教 找到一个更多的一个 他找不到净土了以后 他必须做某种程度的 一个妥协或者什么 所以说他后来就讲说 哎呀你说 他是妈祖婆了什么 当然可以是礼貌 但也可以讲说 他为了为了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下 他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 一个方法 那国民党马上站起来 一个反应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事情 我希望这个星云大师 是不小心惹了一身尘埃了 我当然希望 那么大师就 打一打灰尘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好 非常谢谢两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话题继续 欢迎收看由 创办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学海峡新战线 那么广告之后 我们相关话题继续讨论 想请问一下 崔毅教授 确实是在这个选举期间 有一些知名人士 确实是会对这个选情 发表一些言论 那日前的这个台湾的艺人 黄安就曾表示说 自己可以当这个红秀柱的副手 那么近日他又接受媒体访问时 又表示说 台湾就是坏人太嚣张 好人太窝囊 他还称呢 台湾人如果选蔡英文的话 很可能会选得很爽 但是国民党被弄垮了 就有你好看的 那对于黄安的说法 邱教授你怎么看呢 黄安有些话在表象上面是对的了 就是说台湾现在确实是恶人很嚣张 那好人很窝囊 就好人也不是窝囊 因为好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 好人不喜欢惹尘埃 不喜欢惹纠纷 所以好人就不想跟你吵 那这个也不叫窝囊 这是一个台湾社会进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他一定出现这样的现象 可是坏人就不是了 坏人很可能他是一个职业性的社会运动者 或者是说他就是直接被民进党中央所豁养了长期时间的那一种所谓的职业性的打手 好 那他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嘛 你说他们不嚣张可以吗 他不嚣张就没有人要用他了 今天如果说国民党自己怪说 哎呀 这坏人都好猖獗啊 好人都好窝囊 说实话 也不公平 国民党要自己振作起来 要自己让好人看得起 要让好人有热情 好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的分析和点评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 很难 好的 谢谢台北模式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看 明以食为天 餐饮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